第八题,第八题到第十二题是题主 下图是一个用手甩动绳子产生周期坡的示意图 请参照图片回答八到十二题 第八题是问,请问这个绳坡是一个什么坡 那我们看到这个绳坡的介质振动,绳子振动是上下的 而坡呢是向右前进 而它们表示它们两个之间是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是横坡,横坡又称之为高低坡 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,请问这个绳坡是一个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横坡,高低坡